这可是婚礼现场 你老婆看见了 你走吧 管他呢 鲜河 鲜河你这是 什么情况 小三少尉呢 你怎么搞这个 沈小雨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宝贝你告诉他 我的男人也已经陪你玩的够久 是时候 该乌龟远主了 鲜河 一定要什么乌龟对不对 别自作多情了 还不快滚 你们给我等着 二小姐 今天不是您的大喜之日吗 您这是 陆鲜河和沈小雨这对混蛋 今天害的我当中出丑 确实气人太甚 半年内我要让陆家 二小姐 我说的是您呢 林管家你 叔叔 这没爹没娘的 被威风夫抛弃的废物 凭什么继承神价 还是让叔叔等你接我吧 你们 林管家 先冻结他的自己 再把他关起来 看你还怎么跟我斗 别让他跑了 站住 死胡同 这是姐姐的东西 超能药剂 危急时刻也用可调生 李姐 人在这儿 你是自己滚出来求饶呢 还是我过去抓你 不管了 试试 上 我竟然能隐身 能呢 老不死的 那我们可以好好玩 我竟然能隐身 那我们可以好好玩玩 哎 小语来了 别爱我也 老不死 赶紧滚 因为 四叶呢 老东西 别提那个贱 这家公司 从今天起 就是我们月姐 对吗 退起 看着管 我给沈家当了半辈子管家 你和四叶都是我从小看大的 你小叔叔不管高风下雨 都是我背着你上学 这些你都忘了吗 伺候主人 不是你这条狗应尽的义务吗 哎 你们会咋报应的 真是条好狗 选自义现在像是过街老鼠 想不想我放过他 那你想怎么样 舔干净 算我对你的恩赐 不然你忠心的主子可就 住手 沈小语你个畜生 孙夜 沈小语我往上 站住 站住 我看你往哪儿跑 一起上吧 抓住他 铁身 人呢 好好抓住 我看你之后 什么 上 你拜拜 你打我干嘛 谁吹我 妖虫小子 陆星河 欢迎岩生公子 他是 明天宴会 我就恭候叶公子大驾了 明天见 宴会 机会来了 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呀 你妈呢 还以为自己是沈佳尔小姐呢 你们 我们路上不要你 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们哥俩呀 我都不要 男子 人呢 谁打我 危险危险 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呀 那我可以为所欲为呀 这是什么 哇 太好吃了吧 有超能力的感觉也太爽了吧 这狗男女到底在哪儿和你慢点儿 你可真怪 你不就喜欢这样吗 我额神思义 你更喜欢你一个 别跟我提那个贱人 坏了个性 渣男 让你们编排 你打我干什么 可能是错觉吧 沈思义自从上次消失之后 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抓住他之后困点 公子哥们一定很喜欢他 狗男 你们给我等着 你不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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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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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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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出去 我躲胆去了 好想往那边跑 你 别出声 让我躲一下 余姐 好像进这个屋了 谢思义 叶公子 你们当我房间 是你们家后花园吗 房间来连招呼都不到 叶公子 有个女人 跑进您这儿了 没看见 你别出场了 不可能 这贱人一定在这个屋子里 莫非没有就是没有 叶公子消消气 小雨也是结婚了头 还不快滚 憋死我了 完了 我得想个办法脱身 这个人 有了 一会儿 要让你 吃点苦了 宝贝 下次见 拿来吧你 拜拜 这 你敢 因我来 我说没有 就是没有 小雨也是结婚了头 狗咬狗 一嘴吗 不是吧 又来 叶公 你抓到你 你已经把我的内心弄光了 沈思逸 我在问你最后一次 你到底想在我叶家得到什么 卑鄙小人 我不会说的 哼 你已经把我的耐心弄光了 嘴硬也没有用 沈家二小姐 你的家属我都查过了 如果你 刚刚我喝下了是什么 我 好热 你怎么了 好热 好难受 这是我 给人换过 好好玩玩吧 叶公子 好热 四夜 人呢 少爷是第一次带女孩回家吧 嘘 别再说 我房里的那个女孩呢 一直没看到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了 废物凭什么技术神价 哼 别自作多情了 你已经把我的耐心弄光了 这世上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等等 别分傻 我帮你 你们新纪人 没一个好东西 这世上 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等等 别分傻 你们这群混蛋 看你仿佛不够惨吗 你准备换过了 我只想吓响你 现在解释太晚 你们这帮 没一个好东西 哎 别 你放开我 我帮你 帮我 说看星空看热 你不是一直想做回沈家的控制权吗 好 不过在那之前 先帮我一个小孩 你醒了 我答应帮你呢 你还想怎么样 口声无凭 我得拿点筹码 万一那天你要是找本了 就把一些照片都放了 所有的交易都得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才可靠 你这么威胁我 不怕我阳凤阴违 换句话说 你得付出点东西 这样 我们的交易才算准备 我 我现在存放单一个 很想要复杂 嫁给我 在这里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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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废我 这么多天了 连个臭丫头都带不来 最近她跟夜夏二少爷走得很近 我们不好下手 剑子 抱上这条大腿 看来 我得亲自出马吧 给我跟上 雨里上钩 尔果然没带到 引他们来夜点 我自有关 赐你一次 准思叶 消失了这么久 不还是被我找出来了 丢上 真不知道夜夫是怎么看上了 把她给我按住 把她给我按住 要不 我先给你化个妆 叶峰 你怎么还不来 看这一次 谁来救你 在这里打打打打打打打的 不好吧 你算什么东西啊 滚 对不起 叶大叔 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 你是夜家家主 夜城 在我家地库 卖我个面子 各退一步如何 给夜家家主添麻烦了 咱们这就走 人家有大量 走 谢了 不客气 举手之劳 你发个宝 是让你听过 这一下没人能包你了吧 举手之劳 你好 给这位女士办理她住院 谁能方便 你也这样 你一稍等我马上安排 我没事的 你受了伤 需要马上检查 若想念是凋下的云 趁着风也飘向你 夜城 我先告诉你 你给我收快些事 你也要拿到哪里 你也要拿到哪里 我没想到哪里 你也要拿到哪里 我没想到哪里 你也要拿到哪里 以后需要什么帮助 我再来找你 我都敢划浪 你心肠已梦穿 你发什么疯 因为你性格 你别被她的表面骗了行吗 要不是她把人放了 我不能计划 要不是因为她 我早就没面了 那个时候你在哪 放开 放开 你也离开只有我 要你一堆一光 只曾奥运走 距离散了 用着说 有些快的自由 不用拨夺 这些啊 没人能帮你了吧 Oh I will take it away Yes 叶 remained 刷在处理上 我想找她 要不要聊一点吗 要不要聊一聊 没消 goes 叶峰 我帮你 帮我 那个时候你在哪 你真的是在骗我吗 面好了 小心烫 谢谢叶家主 不要这么客气 叫我叶晨就好 我可比那涉事未深的小丫头 更多你想要什么 说说看 那得等你领了我的情 慢慢和你说了 吃 这样我怎么吃呀 你喂我呀 张嘴 少爷 一会儿该喂出感情了 快吃吧 一会儿该凉了 我自己可以的 放心吧 我会警告沈小雨的 沈小雨 咱们这个方案绝对完美 肯定能把沈小雨这个混蛋给掉出 你认真点 根本在什么 社 计划 我想到了 叶峰 你怎么 可算找到你了 你想说 也要绝1 肯定没度过 你 landing 结局 都没有 visit 我 язa 沈小宇 你一直在利誉方面 沈小宇 哟 这不是叶峰的小情人吗 怎么沦落街头了 你的跟班呢 三天两头在我眼前晃着 你们不嫌烦了 我都嫌烦了 我一个沈家大小姐 几时你能直指点面 偷懒的身份 你好意思显摆 抬嘴硬 还以为我像之前那样好欺负吗 你敢打我 我带你见个人 叶峰 跟我们回去 老四宅 你们干什么 你没事吧 你只相信谣言 根本就不知道真相 真相 这都是沈思义自导自演的 他们都是陆家的人 你会相信我的吧 哥哥 沈思义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 叶峰 你混蛋 你宁可相信这个 蛮这谎言的贱人 也不相信我 叶哥哥 他又跳玻璃剑了 愣着干什么 上 什么 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 就能让我相信你 沈思乔有可能使诡计 到时候睡了他的话说 给他入宿 真被你给说中了 没想到你还挺有当演员的天赋 记得留口气 思义 恭喜你 这位已是怀孕了 心肠 好你的叶峰 真能背着我 毕生结果出来了吗 恭喜你 这位已是怀孕了 什么怀孕 难道 是那天 不 不会吧 现在怎么办呀 你现在还不能下床 需要好好休息 只能这样 有了 咱们这样 不会被人发现的 放心吧二少爷 绝对保险 好你的叶峰 敢背着我 二少爷 您十分尊贵 就别学什么负殷护礼 那你 负殷护礼 那你 负殷护礼 哇 哎 那你说了吧 怀孕不能吃太辣 那我吃这个薄薄身子吧 哎 太油了也不行 那我吃什么呀 但是你拿阿姨都跟我说了 点澡啊 鸡蛋什么的 对你身体特别好 你还亲自去菜市场了 别人去我不放心 哼哼 少爷 这是给上夫人补身子的药 嗯 我不 嗯 哼死了 蝶蝶救我 子依 陈子依你跑哪去了 蝶蝶救我 子依 你这样整你男朋友不好吧 谁让他那么凶 咱不管他 走 咱们玩一天去 好闺蜜就是比男朋友贴心 走吧 阿老 这个游乐园怎么没有人呀 有人 还怎么给你惊喜 阿老你 星河哥 沈思逸我给你带 公司的股份 阿老 你们先自问我对你怎么样 东西好 啊 这些年 我像狗一样的攀附 哼 论身材 论长相 我哪一点比你差 你有良心吗 你流落街头的时候 啊 可你现在已经没什么价值让我炸了 这几年我演得真他们累 绑了 思逸 叶峰 没事吧 叶峰 路上是不会放过你的 想怎么玩 我叶峰奉陪到底 叶峰对不起 带道歉的是我 是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我们结婚吧 和你在一起时 我从没有羡慕过任何人 走就像三天 路上 这次任务失败 真是没用的废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我必须啊 不用你亲自出马 我又长藏了很久的底牌 是该亮出来了 底牌 我会对思义负责的 我准备和他结婚 这时候宣布怀孕之内的协妇业家吗 快把安胎药喝了 不可以 不可以 快出去 快出去 乖 乖 乖 这时候宣布怀孕是为了协妇业家吗 这是我们的家事 快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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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吧 你是 表哥 没事了 这帮无量记者 谢谢表哥了 你之前来是 妹妹 你受委屈了 这些钱 你拿着 对自己好点 别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 抓了空去 亲爱的 两百万 随便花 拿来吧你 我是他表哥 这些钱 我记得爸爸就行 你 表哥 这卡不能要 快还回去 还 你会换鞅 还有脸 教育我 你 思逸 一直没好意思说你 我们沈家 可是汤汤大家族 你竟然做过不简介的事情 简直给我们沈家 丢脸 五百万 五百万 少一分都不行 五百万 我一时间的确拿不出来 哈哈哈哈 唐童叶家二岁 竟然连五百万都拿不出来 简直是笑话 那结婚的事情 就免贩了 你 行 你给我一周的时间 五百万 我会如数次起 你要是欠账怎么办 哈哈 那么我这个周 就住在这个家里了 哈哈 太暖了 你摸一张 长了很久比你来 你是该亮出来了 这类比是叶家 我要你们酷出代价 叔叔你们怎么能 不能进一家 当然是大摇大摆的总军来的 多亏了他 我才不费吹灰之力 得到了叶家的一切 你潜入叶家 就是为了夺叶家的补权 当然不是了 大侄女儿 我想你了 过来看我娘 当初你把我赶出沈家的时候 可没这么壮模模样 你以为你抱上叶尔少已经可以高准无忧了 我女儿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这里可是叶家 你不怕我报警吗 这叶峰不在 解决他 是谁说 我不在的 就算你没来 又有什么用 少爷 给我一次机会吧 思议是我夫人 你居然敢闯进我叶家行凶 嘿嘿嘿嘿 你 你也大人大量 我这就做了 来都来了 就这么走了 倒显了我叶家 招待不中 牵了他 让思议成为新任家庭 然后 滚 我说过 会帮你把失去的都夺回 我说到做到 沈小语和他父亲没一个定用 还是我亲自动手 醒了 让我好好招待你吧 一起喝一杯 还挺高的 新任的沈家假如果然非同一半 听说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路 有屁快放 我好歹也算你的为公福 说话不用这么冲的 别告诉我你要来回忆旧情 我带着沈毅来的 之前的一切很可以解释 一起喝一杯吧 这是什么地方 醒吧 让我好好招待你吧 让我好好招待你吧 之前是我不对 以后让我好好保护你 好吗 别演了 你这个手下的演技 确实不懂 别告诉我你要来回忆旧情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呀 好吗 聪明啊 只可惜你的计划又落空了 上 人呢 沈小姐 有人说你家族的身份来源不明 请解释一下 沈总 外界传言 沈家新家族魏魂先遇 借此身位 好 我知道了 沈总 沈小姐 沈小姐 有人说你家族的身份来源不明 请解释一下 这些人是陆下派来的吗 沈小姐请回答一下 沈小姐 请解释一下 不知连迟 明修明骚 不忘了你的伤 月里一次大步往前走 你醒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又救了我一次 陆星河这个卑鄙小人 一定是他指使的 没那么简单 我说六层的黑帐 陆家竟然这么黑 他们不会轻易行动的 恐怕 另有几人 家属 请跟我去拿一下药 哦 来了 有了这份黑帐 谢谢 陆家黑帐曝光 这份黑帐不是在我手上吗 难道 叶峰 叶峰 人呢 人帐也不见了 怎么办 事到如今 只能 喂 我找叶晨 家属在牧连后面 不过 需要沈小姐的诚意 如相和 叶家属呢 我有事想走 家属在牧连后面 不过 需要沈小姐的诚意 现在我可以见她了吗 沈小姐好久了 不过 家属不在 你 好清楚状况 现在是你有事求我 诚意够了 我自然会帮你转到 叶峰被人绑架了 你会转过 所以不至于 堂堂沈家家主 对我卑躬屈欺 你们不是很有能耐吗 叶峰 之前一直是你保护我 就让我帮你一次 行了 我开心了 我会帮你转道的 谢谢 来 喝 兄弟啊 别喝多了 大哥让他看好叶峰 别出岔子 最近这活越来越难干了 叶神两大也就算了 还得对付陆家 他们不是陆家的 陆先河 陈思义 终于等到你了 我要叫你们付出代价 是你 陈思义 终于等到你了 陆先河 你害我家破人亡 像过千毛鼠一样东躲西草 陆先河 你先往前一下 想报警 还是想找叶峰啊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你最有应得 跟火宽害你的人也不是我 隐身 跑好晕啊 还想隐身逃走 喝多了 施展不了了吧 你 去死吧 滚 过这一次 终究该死了 太迟了 我以为你出事了 不怕 叶峰 今天你俩谁都逃不掉 等我一下 还敢打四溢的卓夜 我问你 是不是你绑的我 你在说什么 果然没错 果然没错 陆展在我被绑架之前就出事了 陆展在我被绑架之前就出事了 还有陆展的黑杖在我们手里 到底是谁曝光呢 还有另外一股势力在操纵了一切 叶峰 银枪一朵 暗箭难防 接下来我们 想陪你半身远离 先回家 想陪你追着日落 看星星永远 废 没想到你就这点能耐 是你 是你搞的鬼 这所有问题 侵袭主缘 是你搞的 真是个做错的 就算决定三尺 也要把晚在夜幕人给我搜索 是 感谢夜家主帮助 我跟你说过不用客气 我给你们准备了接风宴 走吧 作为大哥没能保护好你 这一杯 养身体 夜家主见你了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 我 叶峰 叶峰你们 这所有问题 我的好弟弟 没想到你竟然自己逃出来 是你搞的 恭喜主人计划完成 是你 可惜你还差了点火候 你 真是个不错的 看来只能隐身了 我猜 你想隐身操作 你怎么知道 给我隐身药剂 让我们除掉神路两个 最后加入一下河除掉我们 好意着吃苦痛了 真是行 但是 但是 又有什么用呢 叶峰 有什么时候冲我来 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他的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哼 叶峰 现在是否还来得及 嘘声太干了 我来给你补补 真是玩 给我滚 叶峰 你真是很麻烦 总是打扰你 把执着 叶峰别打了 我不喜欢你对我客气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我就平手 好吗 随意 他就是个禽兽 别相信他 好 我答应你 你先放他走 你多没出息 让一个女孩来救你 你就真的认为 嫁到最后 你怎么 警察怎么知道我在这 有人是我 我的警察 陆星河 你居然还活着 路人已经解决了 叶峰之前就给你 有人暗中设置你 你喜欢分析 叶峰也是跟你就说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吧 感觉不太好 静一点 你会舒服一点 你还太玩笑呢 早饭真相大白了 终于可以休息了 什么时候结婚呀 你是沈四叶 想跟马儿结婚 四叶 四叶 你今天真好看 干什么呀 那你是商场啊 哎你等等 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这商场都是我业家的 家具 电器 以及婚姚 准备的东西好多呀 让你有点参与感 哇我 我去看看宝宝的玩具 哈哈哈哈 我都看会了 找准角度 找准时机 只用一次机会 啊 啊 哈哈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再让我试一下再来 好了叶大少爷 该走了 等等我可以 啊 叶宝的妈妈 阿姨 初次见面 你是沈四叶 想跟马儿子结婚 阿姨 我其实 那得挑的好日 啊 初次见面 看着这些 哪个不喜欢 没有没有不喜欢 那就全包起来吧 阿姨不用不用 是是 别告诉小松 是不是 是是 四叶你看 你这下午该不会 哈哈哈哈 不是我 你都玩了两个小时啊 你教教我 我我这都是为了孩子 快快家吧 你 我 你怎么了 我不愿意下个夜方为妻 我妈思议 听说 沈小姐 你愿意嫁给这位先生为妻吗 我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下个夜方为妻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情况 小一 你在开玩笑的对吧 来人了 哎你看你看来人了 那个人是 我妈思议 只是在报复吗 为什么 难道你之前的一切都是在骗我吗 叶尔 给自己留点尊尊 王八蛋 你说的没错 都是假的 小一我们走 哇哇 我知道 我 沈小姐 你病情恶化的很严重 是吗 你体内有骨未知的能量 类似于癌 扩散的很快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医治 是 你真打算一时瞒着他 嗯 谢谢你 帮我引致出息 不用 这也算我对你的补偿吧 沈氏集团沈思议下落不明 沈氏集团宣告破产 你知道我找你找多苦吗 沈家欠我的工资什么时候还 抱歉 我很快就会还 给你一天的时间 不然你给我等着 二少 那不是你那个逃婚失功的未婚妻吗 离了你混成这样 我给 啊 我喜欢关键女孩 选得到你来品牌 滚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可肉梦初心般的难受空空 心也可 不满意 遇到你 喜欢的话做我的意思 啊 别人 别人 不认 不 出谁来的 不认识 你给我发传单的 对不起对不起 老年二百万的生意耽误了 你赔得起吗 你这么能装 没有两百万还有何事 我叫醒他关你何事 让你走 你好往下谈一声 叶峰 少爷 这不是您逃婚的那个叶婚妻 我认识 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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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个发传单的 不许您两张吧 不许您 带行好事 莫问前程 连风都让开我多 哎妹子 这被人包场了 你去别的地方吃吧 包场 我就吃碗面很快的 听不懂人话别耽误我做声音 久等了哎 叶老板 我躺躺叶家二少 就是吃这个 这怎么了 我很喜欢吃这家的 走吧 买位子 来 在夜想不去名字 我们 谁让你冲好人的 对不起少爷 我 晦气 今天找来话参加的那个沈思叶 要不是看他有癌症 我一分钱都不 你说谁有癌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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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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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到底是不是妖怪 妖怪 是自已 你到底是不是妖怪 妖怪 太多了吗 市区出现了一个脸缠黑气的妖怪 这么吓人 妖怪 妖怪出现的地方 太可怕和你身体里相同的能量 能量 体内有骨未知的能量 类似于癌 扩散的很快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医治 姐姐的东西 创能药剂 未及时刻饮用可逃生 给我隐身药剂 让我和叶峰相遇 难道和隐身药剂有关 快说 妖怪之间在哪 叶 叶家老杰 沈思义 终于找来了 你 你认识我 叶峰 几年前 叶晨出资创立超能研究室 我是被秘密抽调来的研究员 制作他设计出来的抗癌药剂 五年前 失踪的研究员 你难道是 没错 我就是你姐姐 叶晨骗了你 他设计的是可以改变人体基因的药剂 我们为他做了活体实验 监禁在这 叶晨 他一直在做活体实验 同事们都在实验里牺牲 我以这副样子 去获得了可以转移这种力量的能力 我以这副样子 去获得了可以转移这种力量的能力 照我说的做法 把他身上的副作用 转给我 小一能遇到你 真的 那天怎么应该在我身上 又吸到自己身上 不 姐姐他选择了自己这种同事 这些年 他都没有平静地生活过 或许大海 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无论怎样的黑夜 都有日出的那一刻 我们留下来的人 更要好好生活 可是我现在 又一无所有了 没有我呀 都像你流淌去 倒流进 再次听伤识 这边的转秃 又是这样子 您把那个红杠 Brown